你怎麼可能會常常有一個 應該是KISS的 我們也沒有真的KISS 我就是親他耳朵旁邊 然後我就做了一些音效 對啊 看一下片 快發點音效 然後我就做了一些音效就 然後就是他就 他就起秋啊 他事後傳訊息說 怎麼樣我效果很厲害吧 就是我就想說 嗯這不是你的自然反應嗎 就是你自己扣製的效果嗎 你可以扣製的話你也太厲害了吧 那你們有因為這樣很想說的話 就像他那些戰績一樣 我們沒有欸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根本不是對方喜歡的類型啊 他喜歡陽光 喜歡愛運動 我蠻容易覺得紋若蘇珊很可愛 所以我們兩個其實是逆向的 他是岩屍欸 不是他用力打我的馬屁股 要我努力往前狂奔 看完電影 他跟我說的地方可能是說 你看他懂嗎 他最終於是很解愛的一個人啊 很解愛的一個人啊 但是疫情來了 我失叫就沒了 你要說你幾萬年才的選擇 就算了嗎 十年啊 十年以上我就沒有在算耶 我那天還仔細想說 節目到十二年 我都不確定 我是一個其實蠻 佛系的人 我的人生目標 就是希望我的那個 情緒不要有太大的欺負 就是好好 修煉完我這個人人生 我就化成一顆石頭離開 我媽幾年前還會問 那這幾年她就放棄了 好像是今年母親節 趁著酒意跟我講的 我知道你不想結婚啦 阿姨就好 存錢過好自己就好 阿姨跟王少偉真的沒怎樣嘛 阿姨就不用擔心了 雖然你女兒瑪莉沒有親人 但事業也是夠拼的 期待星光翼翼的第五三屆電視 今天兩星光到現在就要開始囉 瑪莉入行十五年 主持過三次金鐘金曲紅壇 還曾主持電台和節目企劃喔 我是做小氣大財神很老的節目 送袋子啊看袋子啊 然後想一些效果刺 然後前輩都會說 你那個什麼扭什麼扭 你一定要按 你不能把袋子洗掉 洗掉就是毀囉 有一次我就是 也是不知道怎麼鏘了 我就是那個按鍵就沒按好 然後一按就是那個雪花的畫面 然後想說 刺了太多忙把他按掉 可是真的就是有 就是有五秒什麼的 就被我洗掉了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是 就是想衝去路上大哭 這樣就是 我真希望被車撞到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個 男生前輩跟他說 你在一直出事喔 他沒有罵我 可是他馬上就把那兩眼袋 拿去那個錄音間裡面 錄那叫什麼剪接室裡面 然後可以 然後弄成之後 好了沒事了這樣 天啊 就是那一次告訴我就是 不要不懂硬傷 就是你有任何的不確定就是 開口問 一定要問 雨拉東新聞 天啊 報道